一般的煎包都是用煎的、蒸的、水煮的没有听过吧 告诉你,在台北芦州阿郎鲜肉包就是颠覆传统手法 改良创新用上蒸下煎煮的方法 减少了油腻的口感 让人吃了没多余的负担 所以这个包子的严格法官 还有它的特色、它的煮法比较特别 它特别就是在于我们是上蒸下煎的方式 对,那并不会像水煎包或者是蒸煎包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对,那我们是从南部那边学习来来这边做的 对,它比较特别 每颗饱满香气十足 外皮Q、内馅、多汁让人一口接一口 好吃的鲜肉包不外乎是手工制成的 并且每天新鲜采买食材 采用新鲜体温后腿肉 加上特选的葱 半路酱油及葱酥 简单却美味 我们学习食材就是用新鲜的温体煮当天的猪肉 对,那还有当天早上去买的葱 对,就以这两种为主 对,葱和黑猪肉这样 鲜肉包的外皮采用高筋面粉揉成面团 在经过洗面发酵后 再一个一个的秤外皮重量 内馅也是如此 再忙都还是要一个一个过秤 这环节是不能审阅过的 它的皮鸭我们用老面下去打 对,所以它会比较Q 对,比较有口感 而且不会油 因为生鲜瓜的话 它们像水鲜瓜那一种它们会比较油一点 对,那我们的皮就是没有用过油去煎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油 对,那皮鸭和肉我们都有上秤 会有一定的重量在 那不然再忙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让皮和肉都上过秤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就是品质不稳定的现象 保持一定的品质 每颗固定大小的肉包放进冷锅中 再加入少量的水 盖上锅盖 慢火烧至收干 焦黄的底部酥脆爽口 多汁的内馅不油不腻 阿郎鲜肉包的魅力让人无法抵达 每天到了下午三四点 总是造成大排长龙的人潮 就是想吃到好吃多汁的鲜肉包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来买 每个礼拜都来一同 很好吃啊 对,那很棒 谢谢 没卖啊 对啊,好,好,好 好,好,好,好 QQ的很好吃啊 那跟外面呢 外面哦 跟外面比较一些 这边比较好吃啊 比较好吃 外带回去冷掉的 冷掉的话我们有三 大概两三种做法啦 那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大通电锅 用蒸的搬杯水就可以了 对,那另外一种可以用微波炉 对,微波炉大概 大概一颗五分五秒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可是上面要喷水 对 或者是可以用冰底锅线 对 这是三种 对,这比较不会变 对,这比较不会变 对,那记得晚上如果要冰的话 千万放在冷藏就好 不要放冷冻 因为放冷冻它肉食会变掉 比较不好吃 嗯 阿狼鲜肉包 正餐、点心都是您最佳的选择 买三百有外送服务 目前正推出买食送二的活动哦 嗯,我们不会接触 就一直都买食送二 对,除非说冲真的有大涨到很夸张的话 可是一般是不会 因为之前我们涨到一百一百块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买食送二 但没有变过 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店的位置 比如说是长龙路48号 工修时间是每个月的一、三周的礼拜三 对,就是这两天 那我们营业时间就是从早上的十一点到晚上八点 谢谢大家